喂不要啊 死人啊 不天路人勸阻穿著綠色上衣的男子 在尖沙嘴迷頓道持續拿力氣朝著黑衣男脖子 手腳攻擊 雙方拉扯糾纏 黑衣男多處見血 市主表明自己是警務人員 但仍然以利器多次襲擊市主的頸部和手腳 衝突當下 黑衣男就表明身份自己是警察 但巴基斯坦籍男子還是不肯罷休 襲警之後逃離現場 證明警長傷重倒地送醫治療 事後警方調閱監視器 循現逮捕凶嫌 港警指控三十六歲凶嫌搶休假警長錢包不成 竟用預備的利器攻擊屬於預謀犯案 警方還在男子住處查獲多部手機和錢包 不排除是髒物 正追查是否有同黨 同樣引發社會輿論的 還有監獄管理人員 下班後遭歹徒襲擊 受害人頭部上支共六個部位 有五到十五公分獵傷 警方隨即展開追捕 抓了八名香港籍男子 初步調查是某位受刑人 與該名陳教授職員截仇 花錢買兇 匡圖進入法庭 旁聽黃正宇審理其他案件的時候 突然遲都衝向裁判官企圖施責 九龍城裁判法院拉起封鎖線 因為一名三十二歲男子不滿曾被判處非理罪 入獄二十一天 居然在四號上午衝進法院 拿刀追砍判刑的裁判官 員警反應及時 將人制服 但還是造成三名警察腳部擦傷 扭傷和手部刺傷 短短幾天內 一連三起襲警和攻擊公務員的案件發生 讓香港人心惶惶 TVBS新聞程序 李敏珍 綜合報導